最近网上出了一个五毛写手啊,叫陆克文,你看这就是他的这个公众号,尤其是他活跃在各大论坛,尤其是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啊,公众号这里呢号称是国内最有深度的国际政治周刊,著作挺多。 每两天写一篇文章,都是万字长文,可惜呀,这个陆克文呢,在自己的公众号里秀自己有百万粉丝,但是呢,这次做秀啊,秀的有点歪,从去年五月开始呢,网上已经对他形成了这种, 讨角之势,到今年呢,尤其活跃起来,就是现在对于卢克文的这个生讨啊,就不压于当年的这个懵咪事件。 那么这个,卢克文工作室这个号啊,这个为什么从作用北万粉丝陷入了如今的这个境地呢? 其实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卢克文呢,呃,他的这个文章,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他这个被关注是早晚的事儿啊, 你看一看他这个公众号呢,呃,起始于2019年的3月份,当时开始写一些,呃,这个香港事件的这个评论,呃,尤其是在后来写了一篇这个文在寅的复仇啊, 以下就爆红,西份20万,从此就集成大神级别的公众号之列,在其后的日子里啊,卢克文勤奋功耕,一周两篇万字深度长文,他必作一时,呃,横逼扩弹,天下正经,话题范围,遍机还语。 卢克文行文呢,深探人的内心悠安,呃,抓住人的内心的深烂的这个黑暗处啊,外论打国邦交,上话打国政要, 下谈个人荣辱,吸引了众多的粉丝拥挫,一时风光无耳。 这个卢克文的文章呢,但是你拿过来啊,仔细一看,表面上看似乎很专业,有片好深度挖掘,涉及到军事,历史,政治,经济,诸多领域,但是啊,你仔细一看,在什么领域里他也不懂。 嗯,这就是在知识高度分工专门化的今天啊,嗯,其实连学神,连这个,马斯克,是吧,马克斯韦,韦伯,附体了,也达不到人家这种高度。 你想想,就这么一个中专生,怎么会成为这么一个,呃,网红携手呢? 所以呢,我们这个,呃,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模式。 卢克文的这个操作模式啊,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他大量的查一些,呃,现代的时事,呃,的报道,然后把这些材料呢,对加到一起,呃,就是柔和柔和,加一点图片,然后就再,呃,加一些这个,呃,散播出去,是吧,尤其是加一些这种夸张的语言,然后你仔细看的话,这里面,就是陈述的事件, 可能是报道的事实实践,你觉得这个事好像是真实的,于是他就迷惑了你,他往里面加入一些碎变化的,自己的这种夸张的语言,这部分就迷惑了你了,啊,其实他这个文章根本就没有直视性,也没有方法论,也不成系统,还过于碎变化,往往这个错字连篇,排版混乱,是吧,啊,说起来他这个说辞啊,都给人同一种指向,嗯,就觉得自己,嗯,好像什么都懂,实际上什么都不懂, 这就是五文弄墨,典型的五文弄墨,是吧,啊,你五文弄墨没关系,你愿意怎么写,但是你煽动了很多的这个民族情绪,是吧,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民粹主义啊,就被陆克文这样的,这种无良的写手,啊,给炒作起来,这是非常缺德的事情,啊, 啊,这就是典型的五毛,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这些这种,呃,卢克文谈论的这个话题,这些话题上,比如说政治啊,经济啊,这些都是很高大上的话题啊, 你这么类似于这种行文流水的这个叙事啊,敢于下定义,敢于亮出观点,恰恰就是这些吸引了读者,因为多数的这个专家呀,学者啊,他不敢轻易的说出观点来,他只是说事实是这个样子的,陈述一个事实,可能有事实的一些推论是什么,但是他不敢胡说,恰恰是陆克文这样的人,他就敢胡说,是吧,他这样的话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因为读者他不想知道那么多细节,那么多原因,读者只想得到一个结论,你比如说中美关系,到底想怎么样,是吧,啊,美国就想告诉我们,读者可能就想知道这一点,至于大量的这个细节,比如说中美的贸易谈判当中的,呃,这个各个条款,读者是不想知道的,啊,恰恰是陆克文这样的人呢,也不想,也不懂,也不想谈,他只是,呃,胡乱的就给读者一个观点,啊,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再加上一些文字,煽动,啊,就正好, 就是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但是你这样的这个,呃,不负责任的这种自媒体,这乱写了,对于这个民众的影响,甚至对于这个国家,呃,这个思维,思潮的走向都有巨大的影响,不是他一个人,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群体, 嗯,那陆克文呢,昨天发了一篇文章,是开始评论方方了,这一下让很多人受不了了,是吧,你说你再怎么坏,你现在这个,还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热点,来评方方,你评方方也行,你客观公正也行,但是写这个文章非常的不客观,嗯,这个 然后他首先文章当中呢,呃,就是向其他文章一下,先罗列一下,说我们中国呢,很成功,很牛逼,是吧,然后其他国家抗议特别糟糕,就,以这个正确,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正确,这是很奇怪的,哈,但是恰恰就抓住了很多人的心理,所以呢,你看到啊,他在文章当中先就罗列了一个,呃,视频,说这个印度啊,抗议啊,怎么怎么不好,是吧,在抗议期间,呃, 这个,警察呢,拿着这个棍子打人,他就开始说,啊,诡异的是,中国做任何事情,在海外平台上,都会被回忆成反人类的行为,然后,印度做这样的事情就不会,你看,他就用了很多这种概念化的东西,什么叫中国做任何事情,在海外平台上都会被认为是反人类呀,难道中国人吃饭,睡觉,正常的工作,都被认为是反人类吗,他不管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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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胡写,是吧,他就这么写,中国做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是反人类的, 是反人类,就煽动仇恨呢,呃,那读者可能在,读这一句话,可能半秒钟就读过去了,是吧,他脑袋里可能过一下,他也不会仔细去,去思考,那他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意识,是吧,外国是仇,仇华的,是吧,怎么怎么样,这就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为,他可恶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根本就不去考证任何事情,是吧,他就在那儿胡写,实际上你说他知道吗,他也知道,这个卢克文本身呢,他说, 他说他自己都是上推特的,你上推特难道你看不到,呃,推特上这么多信息吗,是吧,你说这个,世界人民根本就不关注,呃,印度警察打印度人,但是你仔细一看推特上,是吧,我们现在,就简单的搜索一下,是吧,警察打人,你再你看,这么多推特都在说,呃,打人,是吧,都在批评了印度警察这个wirelands,是吧,甚至这是推特上,你再到Google上去Google一下,你看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把这些大的媒体,全部都在报道啊,你怎么能说世界人民不关注呢,啊,你这不是胡写吗,接下来啊,这个卢克文呢,比方一转,就开始给批评方方了,是吧,因为他前面呢,先说了一些中国好,中国抗疫厉害,外国不行,是吧,这似乎看起来是事实,是的,我们现在疫情控制住了,别的国家没有,于是呢,这就证明了他,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他似乎就站在了正确的位置, 然后他从这个角度上去开始写方方,就意味着方方就是错的,他就是对的,对吧,你看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很坏,是吧,然后他就开始写方方的时候,他不开始先批评方方,结果他开始从批评方方的这个粉丝开始,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喜欢方方的人呢,大多年龄都比较大了,他们在方方的身上呢,长得了共鸣,是因为他们审美的形态差不多,而这种形态,是在欧美的巅峰时期,让中国人屏息的强大,给他们留下了人生的烙印,他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喜欢方方的人呢,都是六七十的,五六十的,对吧,他们是从那个极左的年代过来的,那个时候欧美很强大,我们很弱小,是吧,然后他们已经习惯了崇拜欧美了,你看这个人多无良啊,是吧,他们崇拜欧美,和这个,看到这个疫情,有关系吗? 有,也许没有,对吧,但是你这么写,就给人们一种暗示,这个暗示是很强烈的,是吧,而且,我们用另一个角度上来看,恰恰是这些中老年人,他们才有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看到过中国左的时候,看到过中国右的时候,他们能够比较,他们能够在比较当中找到哪一个更好,对吧, 是吧,你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二十岁的,三十岁的,他看不见以前的情况,他只能看到今天的情况,他没有比较,你说谁更有知识呢,是吧,你这么一个,陆克文这么一个小伙子,你就在这瞎洗,是吧,你还批评这个中老年更加有经验的人,你这不是,这个,叫这么班门弄斧吗? 此外呀,他就开始批评方方的时候,就说啊,说这个,这种知识分子啊,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性,优越感,说人家认为爱国是可耻的,人家方方什么时候说爱国是可耻的了,人家方方什么时候说爱国是有原罪的了,人家方方写实际和爱国有关系吗? 你这个,这个愚蠢的,这个陆克文的文章,你竟然说,这就是他把他意淫出来的观点,强加给人家方方,这种人你说是不是非常可耻,欲加之罪,是吧,何患无辞 然后呢,这个方方,这个,陆克文啊,就接着煽动,是吧,他就说,嗯,煽动这个网友来恨,恨外国,是吧,他就说,嗯,对于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个怪胎,是吧,中国发展得太快,所以这个世界人民都在诽谤他,嫉妒他,恨他 你得举出点例子来呀,是吧,这个欧美人恨你,欧美人嫉妒你,从哪一个事儿上来说,他说的哪句话,哪一个文件,哪一个政策,哪一个媒体,哪一个报道 你什么都不说,你就说欧美人恨你,你怎么不说火星人恨你呀,你这不是歪歪出来的吗,对不对 而且你这种以偏概全,这种概念化的,什么叫欧美世界,中国没有跟欧美世界统一思想认识 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中国连欧美世界自己都没有统一认识,中国怎么跟他们统一认识 人家说过要你给人家统一思想认识吗,欧洲跟美国思想认识还不一样 欧洲内部,北欧和东欧,南欧和西欧,认识也不一样,就算西欧内部,英国和荷兰的思想认识都不一样 文化都不一样,就算在英国内部,苏格兰还想脱英呢,是吧,思想认识都没有统一 人家什么时候要求你中国跟人家统一了,人家,你这不是天天就是自己歪歪出来,杜撰出来的吗 是吧,但是老百姓他可能连想都不想,看都不看,他就认为你说的是对的,是吧 因为你前面已经说了对了,他就把对和错混,混到一起 这就是最可恶的这种鲁克文式的这种思维 结果呢,这个鲁克文更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思维啊,就充满了这种 这种丛林式的思考,是吧,圆满的丛林式的思考 最后他就写到啊,说什么世界的这种道德体系和我们不一样 但是也暴露出来他们的软弱,他们抗击疫情不行,证明了我们的厉害,是吧 他们有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他们都么愚蠢 说我们中国好好发展,我们以后重回世界第一,让他们来仰望我们 你看看他写的这个字,什么叫来仰望我们 他从来就不等平等,不懂得平等的概念,对吧 你看现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世界第一,人家需要你仰望人家嘛 人家更需要的是一种平等的观念,是吧,平等的对待 你想着当你第一的时候,让人家来仰望你,世界来仰望你 你这世界得多害怕呀,是吧,我可能多可怕,让人家来仰望你 就是说等你到第一的时候,人家欧洲的那些小国,挪威,丹麦,芬兰,是吧 意大利,都得来仰望你,你这不是典型的要威胁人家吗 这不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吗,是吧 你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 你这个大五毛,这个结果变成了自黑了,是吧 这个愚蠢到家的一种行为,就是,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想想,他还竟然还能成为一个网红 你说说我们现在的网民是有,是有多么的这个,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呀 最后啊,我们想说一点,就是说,在圣经当中说啊,只有上帝才有资格评价人,人是没有资格评价人的 就算你不信上帝,就说上天吧 don't judge people,对吧 充满了傲慢语偏见 但你不能说美国,是吧 那纽约时报也代表不了美国啊,纽约时报也代表不了欧美啊 是吧,什么叫欧美,是吧 对我们充满了傲慢语偏见 你这样说就是典型的你的傲慢语偏见 你看欧美人,这就是这个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很多网络携手的无良的地方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这个,自己就带着傲慢语偏见 是吧,动不动把自己歪歪出来的美国人的想法,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喜欢赤裸裸的评价人 是吧,就是评价人家,动不动就美国美国 是吧,你可以说美国某个人,但你不要说美国 这个就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评论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更多客观的,理性的,看社会的角度和分析 谢谢大家